西股银行破产风波 引发了欧洲股市大震荡 尤其是银行股冲击最大 截至比利时时间下午12点33分 或本地时间大约是晚上7点半 泛欧斯托克600指数下跌了9点或2% 到444.72点 尽管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已经出手了 不过依然是无法平息市场的恐慌情绪 美国财政部和美国财政部 在一个状态战争 他们决定那些联储的资源 他们决定那些资源的资源 他们决定那些资源回到资源 他们决定那些资源回到资源 但是在这一刻 市场上还很严重 我国时间大约傍晚6点半 泛欧斯托克600指数一度跌到441.76点 是1月6号以来的最低点 欧洲银行股方面 泛欧斯托克600银行指数跌了将近6% 报150.4点 也是年内的最低点 德国商业银行和瑞士信贷双双下跌 跌幅超过11% 分析指出 德国银行绝大多数都涉及科技领域 因此肯定会受到冲击 不过情况不比美国银行来得严重 克服务的比目银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